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当减肥药开始走红 尽管有平均降价幅度 堪称历史之最的第九批集彩 却也没有掀起资本市场任何波澜 医药行业该怎么涨 还怎么涨 正如2019至2020把集彩忘掉一样 这次市场又选择将集彩暂时忘却 市场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 当机会出现时 大家眼里全是欲望 利空也能解读为利好 一切负面信息都会湿沉大海 当赚钱效应不在时 大家心中全是风险 利好也能解读为利空 800年前的负面信息也都能给你翻出来 显然 当下的生物医药行业又要进入一个全是利好没有利空的狂热新周期了 是的 细数医药行业的历史 正是在狂热和衰退中不断周期往复 循环向前 上一轮医药行业大牛市的引爆点 毫无疑问是PD-E 对比以前的癌症治疗方式 PD-E的效果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不仅单用治疗效果极佳 还能作为基石同其他各种药物联用 以至于被业内吸称为万能抗癌神药 也正是如此 国内一度出现上百个PD-E在严管线 但凡对癌症有点追求的企业 PD-E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甚至不少 BioTech干脆将自己的后续管线都围绕 PD-E布局 各种花式联用 必求榨干 PD-E最后一地价值 墨沙东的K药 2022全年销售额超200亿美金 如若不是减肥神药的横空出世 K药拿下2023全球药王应当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国内被誉为创新药四小龙的恒瑞 百计 军石 信达 无一例外 全都靠PD-E成全 恒瑞先前市值破5000亿 正视市场看齐 PD-E销售额势如破竹 在2020年交出47亿销售额成绩单后 纷纷预测2025年销售能拖200亿 上一波牛市的终结 标志性事件也是国产 PD-E经医保谈判后 市场空间大幅缩水 恒瑞2021Q3业绩因 PD-E增长终结而开始下滑 经过两年多的沉寂 医药行业在PD以后再次迎来下一个现象级爆品 GLP-E 2023前三季度 洛河诺德的斯美格鲁钛销售额高达 142.32亿美元 同比剧增86% 照此速度 2023全年破200亿美元 并非难事 于2023年11月8日 霍批用于减肥适应症的里来 JAP GLP一双靶点的减肥药 替尔博泰 数据又调打斯美三期临床 数据显示 在最高剂量15毫克下 使用替尔博泰72周的患者平均减重48磅 约43.5斤 而在最低剂量5毫克下 人们平均减重34磅 约30.8斤 因此 市场纷纷预测 替尔博泰必将成为未来的全球药王 销售峰值300亿美元起步 拥有里来另一款双靶点减肥药 马氏杜泰国内全益的信达生物 已经有卖方预测 其2027年营收破200亿 其中 马氏杜泰贡献47亿 预计24年底上市 25年1月开始卖 再看看全球现在 GLP一靶点管线布局情况 上一轮生物医药大牛市 是大家争先恐后的涌进PDE 而后资本开始由PD1万亿 从而掀起整个生物医药热 PDE的故事还没结束 新冠又来添了一把火 所以生物医药上一波 又得着实有点久 当下大家又开始跑步进场 PLP1则多么熟悉的配方 多么熟悉的味道 有趣的是 减肥药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资本市场又开始出现新故事了 而这个故事的空间 可能比减肥药还要大 它就是阿尔兹海默 简称AD 2023年1月 未采的Licanumab 轮卡奈丹抗或FDA加速批准 2023年7月 FDA宣布轮卡奈获得完全批准 获批当天 美国老年人公费医疗保险 Medicare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 便把轮卡奈选定为保险试用对象 2023年10月 轮卡奈通过海南药品监督管理局 审核落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定价3328.2元平 预计最快将于2024年上半年 完全在国内获批 2023年11月 李莱在业绩会更新多奈丹抗 也是把向A-Baito的AD药 在2023年的AIC展示出优异的三期临床结果 认知与功能下降减缓 可达36% 具备BIC潜力 预计2024QE美国FDA出结果 同月 李莱的首席科学官Skall Ronsky表示 对AD研发极度乐观 称根据试验数据 多奈丹抗不仅能延缓恶化 还能预防疾病发作 AD的重大突破即将到来 这将可能成为下一个类似GLP-E的热点 而此前 阿尔茨海默临床试验CTAD大会召开 罗氏透脑A-Beta丹抗 L-Nylam Serna疗法 Cognito声光疗法 搏剑 Eso疗法等先后汇报积极临床数据 阿尔茨海默药物研发 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事态 咒上述种种事件影响 全球AD管线也越来越多了 近期所长也收到不少卖方对AD的推荐 21世纪 钱向来是不缺的 所谓资本寒冬 更多的情况是 资本觉得无利可图 不愿意拿出来投 可一旦让资本觉得有利可图 市场瞬间就能再次活跃起来 二级市场一如是 能左侧买入的价值投资者少之又少 更多的钱都是热钱 哪里有机会往哪里去 新能源火去新能源 AI火去 AI中特菇开始长 也可以变一套估值修复的故事 医药行业沉寂两年多 终于又开始诞生激动人心的故事了 尽管现代医学已经发展了近200年 但相比于化学物理而言 整个行业的基础理论 其实还无比薄弱 如果更极端一点 甚至可以说 直到上世纪50年代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生命科学这个领域 才算真正拥有一点基础理论 正是基础理论的缺失 使得人类至今对人体的了解程度 还非常低 整体就还在盲人摸象的阶段 对药物的探索 也还停留在某某把点可能有用 但到底怎么运作 还能有些其他什么作用 大多都是问号 这就意味着 生命科学领域 非常容易迎来较大突破 只要我们在任何一个单点上 形成了对人体系统和疾病的新认知 便可以在短时间内 塑造相当重要的现象及医疗产品 如这两年的GLP 一减肥药 Aβ阿尔兹海默药 以及前两年的PD 一靠癌药 CD19卡提疗法 甚至在单把点 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时 一个GLP一把点 可以用来降糖 可以拿来减肥 可能还可以作用于阿尔兹海默 非酒精性脂肪肝 低血糖 帕金森 我们还可以将已经探索出的靶点进行联用 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XDC 双抗 多抗的原理 就是如此 前文我们讲到的 你来的Tier博泰 就是JIP GLP 一双靶点联用产品 甚至你来的管线中 还有一款 GCGR JIP GLP 13靶点 联用减肥药 有趣的是 JIP GLP 一双靶点 Tier博泰 与GCGR GLP 一双靶点码式 镀态的减肥效果 都大大优于单靶点的思美 副作用还较小 可GCGR JIP GLP 13靶点 要减肥效果 不仅没增加多少 反而会产生7%左右的心率失常副作用 这就是生命科学领域的 有趣之处了 有时候 一加一是大于二的 但有时候 一加一反而会小于一 但这也充分意味着 生命科学领域 对于人类而言还是一个黑箱 这个黑箱 只要随便探索到一点光明 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从而带来十分恐怖的财富增长 在生物医药行业 经常会突然动出来一家 百亿乃至千亿美金市值的企业 典型如前两年 因MRNA新冠疫苗大放异彩的 Modana和BioNTech 也因为这个道理 生命科学领域永远不缺钱 只要资本看到新机会 就一定会疯狂往里涌 大不了撒大往事的押注 只要押中一个 多的都赚回来了 国内的高龄资本明显深谙其道 当年看准 PD以后 便将百计 恒锐 军实 信达 全部收入囊中 而后收获惊人回报 在人类还没有实现长生不老 毫无病痛前 生命科学行业 永远不会缺故事 也永远不会缺钱 可能有阶段性的成绩 但拉长看 池子里的资金定然是越来越多的 对 我现在就帮你拿下来 我们将有个人 我会听到他 我会听到你 说 有点 有点 对